因为新冠病毒的爆发,近期全球范围内的多个国家都出现了抢购物资的现象,英国更是出现了民众疯狂买母鸡的现象。 据央视新闻援引的外媒报道,近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,英国当地市场出现了母鸡抢购热,而且自从有顾客一次性订购20只母鸡后,当地养鸡厂做出每人限购3只鸡的决定。 即便如此,家禽供应商负责人仍旧表示,3月20号一天的母鸡销量相当于以往一个月的销售量。 相关人士分析称,人们出现抢购母鸡热,一是可通过养鸡自我消遣,另一个原因是市场上鸡蛋紧缺。 事实上,早在3月22号,英国演员荷兰蒂就分享了自己买鸡的经历,他表示因为受疫情影响,超市已经全部空了, 因为买不到鸡蛋,自己只好从源头解决问题,成了买三只鸡的养鸡大户,把自己家变成了饲养厂。 在大多数网友看来,疫情期间抢购母鸡可以说是英国发生的防疫新剧情,因为在英国人为买不到鸡蛋而犯愁的时候,中国的鸡蛋却在降价。 近日,随着农贸市场逐渐开业,如果你去大型商超农贸市场时,就会发现,鸡蛋价格相比节前已大幅度回落,不少售卖点鸡蛋售价回到三元时代, 年前购买的鸡蛋大约是4.5元一斤,现在每斤的价格已经下降了一块多。 有商贩表示,在疫情期间,鸡蛋价格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,最低跌破3元美金,这主要因为疫情期间交通不便,同时活禽及鸡蛋交易市场关闭,导致鸡蛋大量积压滞销,那么中国的鸡蛋什么时候能涨价呢? 有数据显示,2月份全国13个主产区在产蛋机存篮量为13.216亿只,环比增幅2.48%,同比增幅9.65%,新增开产释放同时淘汰受限,在产蛋机存篮继续增加,因此2月在产蛋机存篮明显增加,但货源供应的增幅相应有所条件,因淘汰受限,蛋机的存篮预计3月份继续维持增长。 需求方面,当前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,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都在有序地进行,虽然海外疫情有失控的风险,但对于国内的鸡蛋来说影响不大。 而中商超、学校、工厂作为鸡蛋消费的主力,即将迎来完全开放,可能会导致鸡蛋需求的增加,不过短期内的价格可能变动不大。 按照往年鸡蛋的销售情况来看,每年的7月份,鸡蛋价格会出现上涨, 只要是因为三福天使的蛋鸡产单量大幅度下降,这是每年鸡蛋消费的一个小高峰。 对此,你怎么看?